国旗飘洋在史瓦地尼机场停机坪上 照片上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防疫医护专家团 身上的工作背心更显耀眼 因为上面写着台湾Can't Help 北一在国内疫情趋缓之际 及格院内专家团队 在5月1号飞往史瓦地尼 这不仅是台湾第一支在疫情期间 飞出国的援助团队 更是台湾Can't Help的具体展现 根据我们自己的疫情的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的重症医疗非常重要 我们的感染科非常重要 我们的呼吸治疗非常重要 还有我们重症照顾 所以我们就派了四个最精实的团队 所以他们从5月1号出发 然后在很顺利的到达以后 就开始马不停蹄地 在整个的史国里面南北奔跑 防疫专家团团长陈立远医师表示 他们主要协助当地医院改善院内洞 重线规划以及感染管制程序 而史国医疗团队的技术 也确实快速优化 其实我们也碰到有一个有重症的患者 所以正好也有机会把我们实际教的东西 就是用在临床病人身上 那看起来他们都学得蛮快的 不只出动医生 团队中也有重症照护专家 护理师林又轩表示 史国的护理模式跟台湾大不相同 为了降低照护感染风险 也建议了分区管理的台湾模式 在当地是一个护理师 比如说他就是单纯发药 他就发整个全部的人的药 这个护理师单纯打针 他就打全部的人的针 那如果是在COVID-19的状况之下 一个人接触这么多病人 那如果他交叉感染的机会 会大幅的提升 北一表示 专家团队在史国两个月的时间 不仅密集与官方卫生单位互动 也举办多场全国性的研讨会 期间也协助优化八家医院的感空作为 而具体援助行动 更让史国对台湾表达深深感谢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郑祥云 萧兆萍采访报道